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中老年人 都会上网看一些关于骨落的问题 我们今天搜罗了几条最常见的骨落问题 今天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我们先看看第一条 本讲中年人及老年人有何常见的骨科问题呢? 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年纪大机器坏 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骨落问题 其实都是与退化有关系的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膝头疙瘩 我们讲的膝关节退化性关节炎 以及一些腰骨和腰椎关节的退化 为什么这两样东西会最多呢? 因为膝关节和腰椎骨的影响相对较大 很多时候病人连走路都不行 所以病人都会及早发觉和早点求医 第二条问题 对于骨科有什么是大家经常忽略 却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呢? 如果讲大家最常忽略的骨科问题 首选就应该讲骨质疏松 为什么会讲骨质疏松呢? 骨质疏松是出名的隐形杀手 而骨质疏松很多时候 初期也不会有任何显著的病症 很多病人看医生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并发症 有什么并发症呢? 例如腰椎骨、宽关节或手腕关节的骨质 严重的病人甚至要做手术 而骨质疏松在香港其实都相当普遍 现在有一些简单X光检查 已经可以很准确的诊断骨质疏松的问题 而对于骨质疏松 现在也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药物 和针剂可以有效的提高到病人的骨质密度 第三条问题 饮食和运动对骨质疏松有何影响? 原来很多病人都会问医生 有食疗可以帮到手 对于骨质疏松的情况 其实均衡的饮食和一些高盖的食品 都会对骨质疏松有些良性的影响 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都会建议病人要做一些扶重的运动 因为这个才可以有效地提高骨质的密度 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 原来骨质疏松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自己的身体没有办法有效地吸收钙质 建造新的骨头 特别是在一些更年期以后的女性 因为缺少了女性荷尔蒙的保护 所以骨质密度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 第四条问题 常见的骨科误解 例如关节疼痛的来源 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有很多老人家说 因为天气的问题 觉得自己有风湿 而关节出现疼痛 在医学的角度 其实中老年人最常关节疼痛的原因 都是一些退化性的骨落问题居多 而真正的内风湿关节炎 在老年人的骨落疼痛方面 是相对少见的 第五条 什么是退化性关节炎 可以如何处理呢 原来退化性关节炎 主要都是因为 关节出现过度使用 而软组织出现磨舌 以及劳损 而引致关节疼痛 相对早期的退化性关节炎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 非手术性的治疗方法 例如一些适当食用的消炎止痛药 又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 以及一些关节注射 都可以有效地舒缓到关节疼痛 但对于一些较为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 在适当的病人身上 我们会建议做一些失关节手术 例如一个失关节的治缓手术 来舒缓病人的疼痛 好 这次我们先说到这里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面